大家好,我是阿滴滴的小虎 今天我教你们一个新的胡萝卜指法 胡萝卜煎饼 这个胡萝卜是否很简单 真的是一个两分钟的食谱 这样做的胡萝卜,小孩也会很喜欢吃 具体的食谱,在这个视频简介里 第一步,把胡萝卜切成丝 我有点懒惰,所以我用机器 但是你们也可以用手 这个机器可能没那么好 我感觉,我感觉,这不应该是怎么办 這個不可以 我要新的 一個新的 胡蘿蔔 早知道 我就用刀剪 但是現在 我已經 已經 restarted this project 所以 好 好 用這個機器 真的是一個 比較廢話 但是 沒有問題 我們必須做得最好的 是不是 最痛苦的部分已經炒完了 現在我們 調個味 煎一下 就可以吃了 在胡蘿蔔裡 加 雞蛋 鹽 黑胡椒 雙蓉 自然 小蔥和麵粉 攪拌均勻 現在 用橄欖油 煎 胡蘿蔔餅 現在 用橄欖油 煎 胡蘿蔔餅 搅拌均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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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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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后 细一下 这个 这个胡萝卜饼 外酥里嫩 很香 很香 这个价值真的很简单做的 很健康 又很便宜 我做了一个 无糖优格 加一点盐 然后加一点自然粉 好好吃 我觉得小孩会很喜欢吃